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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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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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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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手指有東西放在上面 譬如這個位置,我的手指放在上面會舒服一點 而這個什麼都沒有,就有一點滑 兩邊的手指就正常 就不太舒服 外觀上就是這麼多 現在說一下打 首先一件事就是 雖然191的Tracker好 但這一支Tracker我覺得是有一點軟 我發覺後面,我按下去的時候 如果再... 右邊一下 你會感覺到它是很確實去按 停了那個位置 而這支Tracker,我按下去就沒有了那個感覺 但我發覺我按下去,我感覺到後面有東西 我之後再研究一下 那我就... 你看到這裡 那我就覺得這個Beaver Grip的安全 因為那個Tracker是這樣 因為你的Tracker其實後面是這樣 那你的Beaver Grip平時是這樣頂著的 那你的手握進去的時候,它就會升起了 那你才可以按到開槍 那我就懷疑它升起那個位置 和這個位置 貼得太近 有一點點磨 所以我按起了 退進去 如果這個放先 那它這個Drop下來 就... 吃住了一個Tracker位 那我現在放開 那它就打開 但這個東西我自己 可能使用槍看看 那我或者這個位置 可能要磨一磨 那它就可以... 才可以鬆出來 因為正常... 正常... 正常你這樣按著呢 它怎麼都會彈出來 那話就說 Tracker位和Beaver Grip有一點點緊 但是... 打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太大分別 那你叫它reset wall 和按的位置 都清脆 而且都可以打得快 只不過我是... 自己覺得尾部 就沒有了一個Coset的停點 而另外一個我發覺 就是這個Slide Release 如果你拔Slide 是不會下的 那我再看回為什麼呢 跟著我看回為什麼呢 就是馬技的Slide Release 後面呢 它是這樣斜下來的 而AW那個就是直下 那它變成斜下來的話 那它後面 這顆東西推的時候 那一放Slide的時候 它一推就推它下來 而第三個就是個人喜好 那我喜歡這個Tracker位 這裡是有一點點坑的 可以感覺下去 它是... 觸得緊一點 那如果你說的小問題來說 我覺得就是Tracker 和這個位置頂的位置 和Slide Release 就不可以放Slide 但是如果你平時是按開按鍵 做Slide Release 那這個就沒有了 然後說回打的滴水 我試過普通TopGas原裝管 就是打0.8尾左右的 也試過14公斤器 就是0.9頭 即90頭 就不會差太遠 然後換了PTi管 PTi管 它比較大力一點 我用TopGas打0.9頭 用14公斤就打0.9尾 就差不多只有1J 那12公斤和14公斤呢 我個人喜歡14公斤多一點 我覺得好像精神一點 所以之後的測試 全部都用14公斤來做 那至於它的後座力怎樣呢 後座力我覺得不是太強 不過它快的 真的快 那我跟一支買幾支 買幾支是Gaos Lite 原裝Gaos Lite 那支Gaos Lite 磅過就是220克左右 那這個330克 那多成是50% 但是打出來 那個Slide來說 我覺得是差不多一模一樣的 那你可想而知 如果330克 都是去得這麼快的話 其實這支打得很爽的 如果是準成度 我覺得原裝的槍 就不是太理想的 那我15米打手掌位 那我打13下 其實只有4下左右 那我只能做到的 那後來我集合過了 那我升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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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升級了 那你現在升級了 那我這樣升級了 那你低下的Gaos Lite 擰一擰,擰一擰,擰一擰,擰一擰擰 之後就把膠蓋放進去,把膠蓋放進去 小心點,把膠蓋放進去 之後就純粹把膠蓋放進去 後面這裡,這個位置就頂住了 後面這裡,把螺絲放進去 把膠蓋放進去,把膠蓋放進去 把膠蓋放進去 原先除了管和膠蓋放進去 F-Key或者I-Key 我發現I-Key和F-Key兩個都不放進去 我看過Folm,他們說可以放進去 自己的工業的櫃蓋 現在說到蝶子 蝶子跟著191日,能夠BP打出SINGLE STACK 現在最多入15顆,但15顆更危險 為什麼呢?現在14顆 如果我多入1顆的話 剛才15顆的話 這位置置有鎵子 鎵子可不可以鎵子 鎵子會鎵子在鎵子裡 鎵子裡,要用BVLOADo 加上去 如果你用BVLOADo也可以鎵子 你會抽那裡 可以鎵子進去 有一次次鎵子打了一個顆之後 那個地方鎵子在鎵子裡 鎵子就鎵子在鎵子裡 鎵子裡鎵子,便上不到鎵子 所以安全起見,這個位置就盡量不要看 BB 彈好一點 所以就進入 14 粒 當然,14 粒來說是少的 但 1911 的甲,即是這些薄甲,通常都不相信它可以用很多 而且這條 slide 重過馬記 150 啦 即是撇開說哪個系統氣化好一點 物理學來說,這條 slide 重一點就一定要用多些氣推 所以14 粒,但我沒有試過一個甲可以打多少 因為我覺得,就算我要 Reload 的話,我都會 Reload 長波,不會 Reload 一支Pistol 即是,如果打小的話算 講到甲,我也做了最主要的三甲測試 但因為這個甲實太少彈了,所以做了四甲 這次我有兩個甲,因為原先我打算買 AW 甲來 我才買多少,但 AW 甲其實是肥的,所以就進入了 所以我一開始就連打兩甲,然後再入 Gas 再打兩甲 因為連續打,所以 cooldown 當然會比較強 所以第三、第四甲就 slide 落不了,但都清露彈 好強烈 好強烈 我有一件事是不值得試的,就是只是換膠不換管 這條管你剛才說是全黑,看上去就難見這條INNERBELL 而且它的剪位比平時的管小,我不知道會不會全部膠都適合 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只換膠不換管再試一次 不過我個人覺得膠是重要的那條管 總括來說支槍我覺得粗打OK 這個價錢,就算你買一買這些PASS,也算是值得玩的 那個標誌沒有標誌,可以做自己DIY的東西 已經跟上COMTOW 那FIND FIRE PIN就比較簡單 那我個人想去改善的東西,當然出過有VL的TRACK 然後這個,改過這個位置就可以裝上去 還有Trigger Rate,我之前說過裡面可能有些東西叫KK 但是這個位置,我想我自己有空拆開來 自己摸摸的位置會好一點 這就是AWB NSI的開箱文 按下COMTP traveling 軟垃圾 NAND